世界上同样是两个眼睛一个鼻子的人类 也有着许多不一样的人 下面的这几位堪称人类奇葩之罪 他们能做到常人不能做的事情 快和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在巴基斯坦的一所特技学校里 一名男子表演用眼睛挂砖椅 网友直呼这需要上天 这位蛮勇的巴基斯坦男子用金属夹子夹自己的眼皮 然后用自己的眼睛把砖块掉了起来 夹子被用绳子绑在砖块上 这名男子持续的晃动挂着砖块的眼睛 之后他又试图用自己的嘴折弯一根金属条 这确实不是正常人能干的事情 但是这位大兄弟并不仅仅只有这两个神技能 他还可以在这块大定板上保持平衡 另外他还会把两条绳子的一端 分别套在一名男子的双臂上 另一端绑在两辆摩托车上 由摩托车分别地向拉扯 表演两码分尸特技 印度瓦拉纳西著名的长寿老人今年已78岁 但依旧身体硬朗 当地人相当称奇 然而老人年迈却如此硬朗的原因居然是吃沙子 这个答案引起了无数质疑与震惊 以老太太所言 她之所以能够有着78岁高龄 都赖于她吃了60年的沙土 吃沙也能长寿 那天天吃土或者天天吃粉笔灰 是不是也能长寿 因为很多人都不相信 所以老太太说着就抓起一把沙土 直往嘴里灌 现场的人是目瞪口呆 但她吃的沙土和一般的沙土不是一样的 她虽能认识 却叫不出名字 也正是因为吃了这种沙土才让她有了健康的身体 在巴西哥亚内希腊杜帕拉这个地方 有一位被当地人称作大蛇忍者的杜阿尔特 他能将四条活蛇放入嘴中 并坚持数秒时间 视频中可以看到杜阿尔特同时将锦蛇 彩虹蟒 银环蛇 以及泥染蛇放入嘴里 这些蛇在蛇界一族 可都不是善茬 这位男子就这样放在嘴里 确实让人不得不佩服 杜阿尔特其实是一名表演者 已经与蛇泪打交到15年 他用于表演的蛇都是在野外发现的 此举止 在唤醒人们关注亚马逊丛林 遭到烂砍烂罚 杜阿尔特还进行过许多惊险表演 比如将活蜘蛛塞进嘴里 他还曾将其他毒物也放进嘴里 当你看到这位老人的柔韧度以后 你就会相信 一个柔软的身体 真的和年龄没有关系 印度尼西亚北加里曼丹省 68岁老人孟巴的身体非常柔软 能够摆出各种惊人的姿势 你都不敢相信这是一位老年人 孟巴老人身体健康 并未有任何异常 据说在11岁时 他就发现了自己的这项惊人才能 年轻时 他曾一度以表演柔身术为生 现在68岁的他 仍然非常乐于向人们展示他的经典柔身术姿势 包括眼镜神和烤火机等 其中 烤火机是需要他平躺在地 双腿向前折叠180度 双脚平放胸前 这种高难度动作 有很多练体操的人都做不到 这一老大爷真是666 在小伙伴们的身边 有类似的人存在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几个关注和点赞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